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增的投资是不是 这个是扣掉它的折旧的 剩下的那一部分 这样可以理解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吗 这就是你的新增的那一部分 对不对 新增的这个投资 资本的增量 也就是如果是连续时间的话 K上面有一脚垫 就是对时间求导 这个是它的增量 一个增量 就等于它的新的一个投资 减去它的折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是一个总的 我们以这个人均的形式把它写下来 这个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 那么生产函数可以做一个讲话 把它提炼出来 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么一个 这就是这个T加17的资本存量 人均的 这个是人均的 等于T7的 这是它新增的投资 减去折旧的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程 运动方程 这个运动方程我们可以看看 因为生产函数它是边际报酬递减的 性古炼的 就是说这个是倒填条件 就是你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 边际报酬递减的就是封闭的 你最后看它的收敛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均衡点 就会收敛到那个地方去 这位你们看看它是它的增长率 我们用它的增长率的定义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趋势 增长率的趋势 这是均衡的那一点 你如果低于它你可以增长 高了你就又掉 最后收到这个地方 增长率就会为零 这个很简单 我相信你们都学过 这就非常简单的 再简单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现在就是讲到那个收敛假说 什么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增长率 随着你的这个资本存量是一个低减的 这就有一个基本的假说就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马上能想到的 就你如果是一个发达国家 你的资本存量是不是比较高啊 发展中国的资本存量是不是比较低啊 那资本存量高你的这个边际报酬 那时候是不是应该更什么 更低是不是 资本存量少 边际报酬应该会更高 对不对 那言下之议在这个转型这个过程中 大家看到了 你如果比较低的话 你的增长率是不是更高啊 对吧 你如果成本存量比较大了 你的增长率肯定更低 然后它就会自动收敛 听众器那你不用管了 这个世界你管它管什么 那发展国家 非洲国家 资本存量是不是很低啊 然后这个美国资本存量很高啊 对不对 那你说它们两个自动会去同的 那你会发现现实中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 对吧 为什么不是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现实中确实不是这个样子 这是这个 60年到2000年全世界所有的样本 所有的国家的放在一起 你会发现 这些1960年它们的发展水平 这是之后 它们的增长平均增长率 来到理论上讲 来到刚才的那种讲 你的初始的水平越低 你的增长率 后面的增长率实际上就越高 就说你的初始 初始的这个水平越低 你的后面的增长率平均来讲就越高 但是现实中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全世界这个数据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说发散 实际上是发散的 没有关系的吧 只有什么情况 OECD国家 作为一个样本的时候 发达国家内部 或者说一个国家内部 像美国国各州 对吧 国各州 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初始水平越低了 你的后续的这个增长越快 增长越快 这就是所谓的俱乐部收敛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俱乐部 你首先要跟它一样是不是 俱乐部收敛 那后来这个经济学里面讲的什么 你非洲发展不起来 那一定是你没有我美国 OECD国家那样的先进的什么 技术制度 一系列的技术设施等等 你得想很多 没有我那样的文化 没有我那样的地理条件 没有那样的基因 对吧 哗啦哗啦一系列 就等于又回去了 这种理论发展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对吧 有问题的 再跟大家提出一个思考题来 这个思考题实际上是很简单 你们自己都可以写的 这个是哈佛大学 在达尼罗尔里克 在科技一上一篇文章 2011年的 这个很简单的一篇文章 但是它为什么能够发布到科技一上呢 这篇文章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就是说你如果在整个制造业两位数 细分到这个行业层面上 你会发现这个跨国数据它是绝对收敛的 所以以行业为单位 记住刚才是以国家为单位 这是以国家为单位 这个是以行业为单位 每一个行业在每一个国家 它是绝对收敛的 每一个行业作为一个单元 它如果输入水平越低 出出水平越低 它后续的增长就越快 但是你把它加重起来 就消失掉了 这种绝对收敛就消失掉了 这里面是什么原因 我们在第四讲 新结构真正核算的时候 会给大家讲 这些事里面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是不是 你结构性问题 你把它加重在一起 它为什么就消失掉了 绝对在一起 中国也是这个样子 国内也看得到 这个大家可以去思考 这个可以去思考 总而言之就是说 这里面我最后再强调一点 这个新古典争当理论 长期来讲 它没有这个内生增长 但是你看到它转移动态里面 它有这种自动收敛 这是一种很 我个人永远没法理解的 这种这么一个很古怪的理论 很古怪的理论 它可以自动收敛 那你收敛不了什么原因呢 那是你跟我的条件不同 对不对 你条件不同 那你条件什么 你都可以说X理论 对吧 都可以说 所有条件都可以说 那俱乐部 你要进入我这个俱乐部的门槛 那回到刚才那种理论里面去 那样这是有问题的 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这个新古典争当理论 非常熟悉的新古典争当理论 它尽管没有长期的增长 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动态分析的基准 大家马上能想到了吗 这种模型有一个基本的特点 是什么特点呢 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 再回顾一下 这个这个节目的一个思路是什么 我动的只是顶腹 是不是 K 动的只是小K 是不是 我F并没有动 所以说实际上 我把我的生产结构固定在那个地方了 我只是看饼 不怎么动 对吧 我是动了一面 实际上这个 那我们待会儿我会跟大家讲 新结构的增长理论 我们回到这儿来讨论的话 就是这个F是不是要动起来 F随着这个K动起来 它就是另外一套不同的故事了 记住吧 所以这个情况 实际上这是我F不动的时候 一个退化的例子而已 一个特例而已 是不是 那我这个F动起来就是 就是我们上次课跟大家讲的 这个F怎么类生于你这个K的 我们把那个结构变方带进来 它是另外一个变动的这个特点 对不对 变动的特点 好 这是你要知道这个理论的这个特点